继辉瑞汉莫德纳之后 美国核准第三支疫苗 美国第一支自己生产的交生疫苗 可以储存于冰箱温度长达三个月 加上注射一剂就有保护力 被视为是新冠疫苗的一大突破 尽管整体的防护力约66.1% 低于辉瑞汉莫德纳 但能够百分之百的预防住院和死亡病例 而大型临床试验更显示 交生疫苗在变种变毒肆虐的国家 防护力都有达到八成以上 交生表示三百九十万剂的疫苗 可以随时供货 三月底前提供两千万剂 夏季前甚至可以达到一亿剂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国家 死亡人数突破了五十二万人 造成上百万人失业 总统拜登政府提出的1.9兆美元 大约53兆台币的抗议纾控案 27号在众议院过关 如果下周法案得到了参议院批准 将发给合余资格的民众 每个人1400美元 大约39000元台币的纾困金 记得我家行不道